DYG暴冷赢下京东 成功拉他们下水 孟芝对社府淘汰做朋友 可以提前去适应国际服务 联盟才是最机智的 水鬼属性处罚 带走了京东 那这样子的一个带走 京东也应该就无缘卡入赛了 这时倒会直接拉京东入水 这个就叫专业 张大仙笑开了花 大仙杯举办太成功 并爆出不参赛的原因 伴随着DYG暴冷击败京东 也是成功拉他们下水 两支队伍大概率会一起被淘汰 那么这对孟芝对社府 其实就可以提前去适应国际服 或许这才是联盟选签成 跟无位上大名单的原因 果然他们才是最机智的 而这场比赛京东之所以会输 无位出现的只是一些小失误 季节才是那个要把锅背上的人 状态属实是有点差 同样事业的姬小满 没有给足压力 只能说老林的赛逊能力很强 但看人的能力真不行 当初PUG之所以能够买下小胖 项羽等人还是因为有战文欲在 虽然说我们看凯送了凯送了 凯确实送了 这把凯全国 但是对于京东来讲 我觉得这把姬小满 也没有给出非常好的 甜点的这么大优势的 这个甜点的发挥 如果给出来这把 十三四分钟应该就结束了 不过这把跟试约哥没啥关系 你只能说他不够C 但是你不能说 这把试约打的不行 这把试约姬小满打的还可以 由于凯的这个胆大心细的尝试 所以对方翻盘了 感谢我季节哥送来的节目效果 上把那公文也送 我上把结束不是跟你们讲了 上把那公文打得很垃圾的 很抽象的 张飞打的也有点问题 但不多 就是一些小细节问题 但大方向没啥问题 主要是因为上把京东的阵容 真的够强 所以那个阵容 掩盖了他公文上一把的抽象 这把他掩盖不下去了 然后张大仙笑开了花 大仙杯的服务器崩溃了 侧面证明 这个杯赛办得很成功 路人玩家希望拿到奖金改善生活 主播则是想要通过大仙杯 打出名气 毕竟要是张大仙去观赛的话 只要打出亮眼操作 参赛原因一番话情商拉满 比赛服务器炸了 你进不去 是的 要稍微等一下 那个赛宝还在修 烧弯物照 确实太多人参与了 感谢兄弟们捧场 今天打几场 今天其实我可以不看的 你们想看我玩的话 我就自己玩一下 但是我感觉第一天 第一天我们刚好都看一下 也看一看抖音上面的主播 他们的风采 对自己的 就是那些抖音主播 你看他那个视频里面 看他们都是大手子 来看看他们打比赛是怎么样的 大众赛对面一直进不来 是的 现在那个赛宝 他确实报名的人太多了 他那个赛宝软件被冲垮了 好不好 兄弟们稍微物照 他修好了 应该就马上就通知大家 不好意思 他那个是官方的比赛专用工具 叫赛宝 你为什么不上场 怕被粉丝暴打吗 我赛场 我上场的话 不小心赌了个冠军 我就左手倒右手了 这个奖金发给自己 有点不太靠谱 最后就是张大仙曝光 大仙杯可能会继续办 主要看这次办的效果 目前看来效果跟热度非常不错 大概率会马不停蹄的再次举办 并且到时候奖金还会加倍 下一次啥时候 报名你错过了 你先看这一届搞得怎么样 这一届不是七月份开始弄吗 差不多八月 八月左右就 八月底 九月初就结束了 就第一届肯定维持一个月 维持一个月 看搞得怎么样 搞得怎么样 如果好的话 我们早点开始下一届 下一届再把牌场弄更大一点 弄得好的话 奖金再多加一点 总的来说 京东是输给了自己 DYG夏季赛最后一五 状态也是有所回暖 并且因为没有晋级压力 阿改拿出鬼谷子 效果很好 这就是很多队伍 在最后会爆发的原因 至于梦之队 听说参赛队伍实力不差 要是最终 他们没有能够拿到冠军 到时候 格明尼跟艾斯的压力就大了 那么九尾 猫神灯青青 反而是因祸得福 躲过一劫 大家觉得呢